Hello 大家好 我是Tiffany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出國跟出差的時候的 省錢技巧 自從開始從事口醫的工作之後 我出國的機會就大幅增加 然後再加上還要去日本找男朋友之類的 所以大概一兩個月一定會出國一次 那每次都會有很大量的 機票跟住宿的費用的花費 所以呢我都會想盡方法去找出最便宜 或者是可以得到比較多回饋刷卡金等等的方式 那今天呢就是收到Shotback現金回饋網的邀請 要跟大家分享我平常怎麼去利用信用卡 還有Shotback現金回饋網等等的這些服務 去省下或者是賺到一些旅費 我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用卡 我在一開始意識到自己就是變得很常坐飛機之後呢 其實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要去辦 就是里程累積 那時候就是看到很多各家信用卡 跟各家航空所 配合的里程的那種聯名信用卡 都發現就是 因為我比較常去的國家是日本 那其實即使常常往返日本 可以累積的里程並不是很高 因為比較短程這樣子 我有可能在一年之中都累積不到 可以兌換的里程門檻 所以後來就覺得這個累積里程的方法不是很適合我 所以我後來選擇的是 現金回饋卡 大家應該有聽過蠻多信用卡 現在都有就是提供現金回饋 那我在這邊就不特別講是哪一家 因為就是介紹推薦信用卡 好像會有蠻多複雜的問題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去挑選就是海外的刷卡回饋是比較高的銀行 那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如果你刷海外的費用的話 是本來就會有1%左右的那個海外手續費 所以挑選這種海外現金回饋的時候呢 最好都要挑海外的現金回饋是超過2%的 就是至少2% 我覺得這樣子才會比較是有現金回饋到的感覺 那我自己出國跟買機票都會刷這張現金回饋卡 那這張卡呢我的是扣掉海外手續費 還會有1.5%的回饋 等於我如果買1萬元的機票的話就會回饋150元 我覺得算是不無小不 那第二個省錢技巧就是使用 Shutback現金回饋網 這個服務我覺得他蠻有名的 應該蠻多人都有聽過 那如果你沒有聽過我簡單幫他介紹一下 他就是透過這個網站完成的消費都可以得到現金回饋 像我最常用的就是這個旅遊類 然後我會用booking.com去訂房 然後他這邊就會有寫他是6%的現金回饋 然後訂機票的話我喜歡用XBDR 然後訂行程的話 比如說一天然後去體驗和服啊 或者是去富士山的這種行程 會用K-look 大家可以去依照你自己喜歡 平常習慣用的訂房網站去做使用 像是比如說booking.com 剛好10月底要去東京 那來看一下東京10月的房子 那來看一下東京10月的房子 像我現在選的房間是這一家 Saint-Jurion Hotel 上野的這個飯店 然後他的這樣子三個晚上是日幣34,000元 34,000元的話 這樣子如果我是用剛剛提到的現金回饋的那個卡 信用卡去刷的話 1.5% 34,000元 3.5%是多少 有扣1.5%嗎 34,000元的1.5% 大概5100元 5100元 所以我會先得到5100元的現金 所以我會得到5100元的刷卡金 在信用卡裡面 然後再得到6%的現金回饋 34,000元的6%是多少 大概2,040元 2,040元 日幣的Shotbag上面的現金回饋網 這樣子的話換成日幣 換成台幣是 換成台幣出於4 大概500 對 500塊的現金回饋 然後還可以再累積 本來在booking.com上面就會累積一些 就是那個消費金額嘛 所以這完全就是三重累積 所以Shotbag這個服務我覺得它最方便的就是 你完全就是可以照著你本來預定的方式 然後去得到你本來應該會享有的優惠之外 再多加上Shotbag它上面的現金回饋 所以這可能就是天外嬌俠的意義 然後大家有常常出國的話 或者是常常買東西的話 這個一定要去使用 那累積在Shotbag現金回饋網上面的這些現金回饋呢 都是真的可以變成現金領出來的 所以它就不會像有些網站它是回饋成購物點數 它不是這種會局限你的使用範圍的方式 而是你可以直接匯到你的銀行帳戶把它領出來 當作真的現金一樣 所以才叫做現金回饋 這是我覺得最喜歡的一點 那它的累積是金額無上限的 只要你一年中有持續消費的話 就可以持續累積 那它除了桌機板之外 還有提供APP 所以你用手機去做網路購物的時候 記得也一定要就是透過Shotbag去賺現金回饋 那這次的影片跟Shotbag合作 所以有提供大家一個註冊連結 是可以你透過這個連結註冊的話 就可以立刻得到100元的現金回饋 那這個連結我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如果對這個服務有興趣的話 不要錯過這個100元好嗎 不過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你是還沒有下載Shotbag的APP的話 記得要先下載APP 再去點這個連結註冊 才可以順利的得到獎勵金喔 那如果你覺得你喜歡這個服務 想要推薦給你其他朋友的話 也可以使用推薦好友的功能 這樣子你跟你的朋友也都可以得到獎勵金 那推薦越多就會得到越多的獎勵金 以上就是我的兩個出國旅遊的省錢的秘方 我覺得這個最讓我覺得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即使我是用公費 就是出差的時候 客戶幫我付的經費去買機票跟訂房間 還是可以得到一點點的就是 就是現金回饋是入自己的帳戶 就會覺得嗯 不無小補 因為其實在海外就是有時候一些 自己的支出還是會增加嘛 所以這種沒有辦法報帳的部分 就可以用這個小小的現金回饋來就是 密佈一下我就覺得蠻開心的 然後也推薦給大家就是 如果你是商務人士常常出差 或者是你是自己想要去旅遊的話 不要錯過就是既然錢都已經要花了 那就是透過這些小費可以得到一些回饋跟刷卡金 我覺得是和樂而不為 大家不要錯過喔 那如果你有其他旅遊省錢的方法的話 只要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那我是Tiffany 我每個禮拜都會出一支日文學習相關的影片 那我也有Instagram跟Facebook上面會有我的日文單字 學習筆記還有生活動態 記得要上去追蹤囉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Shotbag現金回饋往現在來走 活動叫HIGHGO旁歡節Shotfest 是Shotbag下單年最淡的促銷活動 從9月一路到12月每個月都會有一個主題 包括接下來的雙11、黑色星期五、雙12檔期等等 在這些活動期間下單呢 就能夠享受現金回饋的加碼 還可以玩小遊戲、累積分數賺現金回饋 如果你喜歡網購和旅行的話 一定要關注一下Shotbag的官網 以免錯過加碼訊息